呃吼 陈师傅开挖机 只开辣挖机 跨到中午了 才给师傅送早餐的徒弟 你们说 这个怎么学得会 吃饭还是吃面 你这个大两个干模糊 早餐中的 早餐中餐一起吃啊 我给你看一下现在几点钟了 好吧 11点52 给我送早餐 那你是闲早还是闲晚的吗 你要是早餐的 就完了 中餐的就早了 你就说是闲晚的还是早的 啊 先吃了再说 这个徒弟 要我早餐跟中餐一起吃 对师傅这么不好 你们说他这个怎么学都会 跟着我学了快一年了 你们看这个斗里面土都挖不嘛 前面还有几个车在那里等 他却一点也不急 骂悠悠的在那里挖 一车土装了20多分钟还没有装嘛 货车司机都干脆下车回去吃饭去了 等他吃了饭过来还没有装嘛 货车司机直接一脚油门就跑了 看来哈得是要我手把手亲自教 你这样装啊 对的 这样啊 来个斗挖起来 对的 装 不是装啊 装啊 不是装啊 为什么每日要这样打着响啊 你给我个解释 你是哪里不开心 我就想听一下这个声音好不好听 那不是那个斗 那个斗装土不是这样装的 你歇一下子就搞个斜的去挖 我昨天晚上都怎么手把手教你们的 昨天晚上都还给你了 还给我了 提起 提起 直接骂人了 你不是关系打好了吗 我叫你提起啊 你说不要提太起 你刚刚都说了 你说那个线 我叫你提他起 你让我不要提太起 你还说 你刚刚说的不让我提起的 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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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啊 对的 爪爪爪爪爪 我这感觉放不进去啊 放了放了 来那个小鼻往前面伸 对的 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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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鼻有线 收回来 对的 挖了 对的 就这样不就好了 提起 一下子要我提 一下子要我不提 再挖 提起来一点再转 提到超过火箱的高度再转 对的 那我要去量一下啊 不要你量 量个锤子 我不量锤子 我量这个斗 不是你感觉 你斗已经超过那个火箱了 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动啊 不是 你为什么挖土 总是在一个地方挖 你就不能够往右边的挖吗 我还没转过来 你就叫我下去下去下去 我那我就又挖回来了 我是要你下去一点一点 你那个 你右边也要喜欢一点 你不能够只喜欢左边啊 你是不是右边的土不喜欢啊 有一点 有一点不喜欢啊 右边的土也挖一下 对的 转转转 对的 对的 起来一点 我告诉你 你不要这样撕它 小的吧 就直接撞吗 不是 就是你远一点 就直接提起来 不是撞啊 有石头 有石头 你看不挖它 你就挖啊 你这个斗 你这个样子 我看这很不爽 你能不能够挖 挖起来一点点 不能啊 不能啊 为什么不能啊 这样挖起来了啊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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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对的 一下子就聪明了啊 一下子就聪明了啊 哎 那个石头又被你挖进去了 算了算了不挂了不挂了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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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又被转 是不是这个挖的太晚了 我想到 磨刀掉啊 就可以 挥上那 哎 不要压紧了 不要 不要压紧了 不要压紧了 等一下我们石头两个都找不了了 为什么黄油不打黄油啊 一直在想啊 你打的黄油直到没的 没的直直到挖不打黄油 我六个月黄油打完了呢 你说直打六个月啊 六个月以后每天要学 下次要继续要打了 黄油不能停啊 快点快点快点 随便挖 随便挖一直 快点 他跑了 等一下 快点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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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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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上面 哎呀 提起来 啊 提起来 提起来再折转 对的 提起来再折转 快点 再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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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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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你的气 你信不信 我教你快点啊 我快了 再快 再快 我就起飞了 他要跑 快我呀 来 比个一 耶 来 这个行李干什么了 我回家了就要行个李啊 OK 好了 走 二号 陈西府开挖机 只开那挖机 这是我开挖机以来 第一次到城里小区干活 这个业务是一个同行粉丝给我介绍的 因为他的挖机是一台大挖机 我现在挖机干活的下面是地下两层停车场 大挖机这么重压在上面肯定是不合适的 所以就叫我的小挖机来做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是路它咋了还是出于什么原因 反正要把中间的这一层大理石挖掉 既然这个大挖机他今天给我介绍了活 而他自己的挖机又没有做事 所以为了报答他 我就请他帮我替拔今天开一天挖机 但是他开挖机就比我用力多了 我这个挖斗屁他在地上一直摩擦 他挖起来就没有把这个挖机当成自己的挖机在用 我在旁边看着我的挖机很是心疼 唉 等一下还是我来挖吧 因为我的挖机斗尺太接了 挖这种大理石就有点不好挖 所以我就叫徒弟给我去长沙 码了两个新斗尺过来 师傅师傅我来了 斗尺来了 斗尺来了你啊 来了 你看一下现在什么时候了的 现在12点多啊 刚好吃饭了 你出来吃花的吗 你带我去吃吗 我到哪里这是吗 别花个斗尺 没花个斗尺没花吃 嗯 好花 快点 嗯 可以了应该可以了 哦 哦 哦 我就去看看了 可以了 可以 这东西西方哥里面 把这个里面拿出来 这个揪的拿出来 这样放 对的 我得见 再去 我来给你 跟你打得进啊 师傅 你现在就打进去 你信不信 师傅 你看 你也没打进啊 那是因为你没有扶着啊 那我不扶 你扶着你用了这个粗哦 你看 你就进去了 这一个给你发挥一下啊 你自己装进去 用力敲 直接不要用哪根杆子 直接敲 用力一下自己把它敲进去 对的 对的 用力 你看 要不得 我来 看货啊 这样啊 拍下啊 啊 我知道了 原来是姿势不对 对的 拿个姿势 对了 帮我拿来吃饭去 拿去手去啊 现在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 饭就没得吃了啊 饭上了这两个平的斗尺 一下子就好挖很多了 因为这个小区距离城里比较远 中午我和徒弟都没有吃饭 一直饿着肚子在这里干活 这个事情看着多又不多 少又不少 就是有点耽误时间 把所有大理石全部挖掉之后 施工员就叫了一个货车过来 让我把这些大理石全部装到货车上拉出去 因为要把这些叫做垃圾 却不要清理得干干净净 就好叫了一个工人配合我 把挖机挖不干净的借做垃圾 全部人工插到斗里 挖机再把它装到车上 总共才两车的借做垃圾 一直盖到晚上十点多钟 才把事情做完 第一次到城里干活 就饿着肚子干了十多个小时 别说椰和水没人给 就是中发和瓦发都没人管 唉 下次不来了 还是在农村干活舒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还请大家给陈师傅点点赞 我们下回见 有 lebih IX 感谢观看